遥遥领先这个形容词在今天看来或许会有争议 但本期没有丝毫调侃的意思 日本近年来的军工质量还真配得上这句俗到家的客套话 今天咱们以实施战车为例来看一下日本的战车技术 以及这头亚洲巨兽一旦被全面解除封印 会给世界带来哪些影响 在全球领先的汽车卡车制造业发展过程中 日本重工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其中坦克技术更是突飞猛进 向美国赠送给自卫队的M4 A3 E8和M24坦克 先后被日本的61式C4式90式以及现在的10式所替代 要知道在某一领域内用自研产物全面替换美制装备 换世界上任何一个周边国家可能连想都不敢想 但日本不但想而且还做了 2002年日本防卫省科研机构技术研究本部 开始研究第四代主战坦克 目的是要和重型90式坦克形成态势互补 坦克的优势无非三种 装甲 机动和火力 90式有装甲和火力 实势则偏向于高动性 90式重型坦克主要是为了防止 从北海道登陆的苏联而研发的 如果遭到大规模攻击的话 日本希望用90式撑上一两天 为美军的支援争取时间 所以它完全不用考虑机动性 能正面防御就可以 但现在情况不同 日本的对手已经不完全是后苏联军队了 笨重的防守型90式坦克反而成了鸡肋 从世界坦克技术的变革 大家可以感觉得出来 坦克不再是充当碉堡 而是成为了一台移动的指挥平台 具有一流防护能力 一流机动性的轻型坦克 就成了今天 包括美军坦克在内的主要发展方向 日本和其他国家不同 自卫队的装甲部队有规模上线 一旦遭受大规模袭击 数量上必定会是劣势 鉴于日美情报网的互通 日本在指挥和信息上 对于潜在敌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所以这个时候 日本必然要选择轻防御 重机动的作战方法 坦克的发展 印证了日本自卫队清晰的战术定位 在日本本土 大部分公路只适用于小型汽车 卡车行驶 山顶地区的桥梁也都有限重 而且日本法律也禁止重型车辆 坦克等在大部分公路上行驶 所以 时势坦克的设计师 既要满足日本法律的要求 又能让坦克在公路上行驶 还要能穿越民用车辆寒洞 这样的轻型坦克 不仅要小巧 重量也要轻 时势就这么诞生了 时势坦克不仅是现代坦克 快速高速机动型的典型代表 无语间还形成了 空中和海上运输的巨大优势 它使用1200马力的30 八缸四重程柴油发动机 推重比达惊人的27马力每吨 在战区土路行进的最高速度 为70公里每小时 而且倒挡也能开出 同样快的速度来 就动力这一点 时势就能和爆二 挑战者二等一流坦克 赛上几个回合 体积小 灵活性就会增加 而且重量也只有40吨 仅仅是美国M1主战坦克的60% 但装甲防护力 却比90式重型坦克有所提升 这也是时势坦克的一大亮点 该型坦克使用的装甲 是日本研发的 由螺栓固定 附加式模块化的 新型石墨纤维陶瓷装甲 有着极其简易的可替换性不说 就制作技术而言 至今都还是一个谜 有美国的军事专家曾说 时势的防御力肯定超过了条1 防御二线穿甲弹完全没有问题 和条2比 差的也只是实战 所以究竟谁更胜一筹 客观来讲 目前还没有答案 可能有人会问 他能防得住一线穿甲弹吗 其实不只是实事 就连豹二也不敢说 自己能扛得住一线穿甲弹的攻击 拿现在的战场态势来说 一枚自上而下的穿甲巡飞弹 足以摧毁任何型号的坦克装甲 包括坦克排行榜首的豹二 难道我们应该就此说 豹二的防护不行吗 当然不是 从这一点来看 实事的防护足够了 除了装甲 这型坦克在防护方面 还安装有激光告警接收机 虽然这项技术 在现代坦克的设计中很常见 但实事却有它的独特之处 一旦坦克遭到激光制导导弹的光束照射 烟幕释放装置就会自动发起装备 自动释放烟幕 全程不需要操作员动手 这些防护设施 加上高推重比带来的机动性 在反坦克武器众多的今天 实事坦克的生存力依然属于一流 在活力方面 实事采用的是日本制缸 自行研制的120毫米滑塘炮 配备自动装弹机 360度昼夜瞄准具等辅助工具 不需要人力装填炮弹 可以自动搜索和瞄准目标 而且还可以把滑塘炮 轻松改装为55倍口径大炮 短时间内改造主武器的特点 也是西式装备所不具备的 最关键的还是实事的互联能力 它可以在战场上搭建无线网络 把有关指挥 控制 通信 计算机和情报系统 急于一身并接入日本独有的 团指挥控制系统 战斗风格是基于每辆车 通过网络协作进行协同攻击 排长可以对搜索区域内的各车辆 发出指令 自动为各车辆分配最佳目标 如果通信和传感器条件良好 一个排四辆时事 可以同时轻松捕获八个目标 并进行协同火力攻击 时事的指挥和火控系统 拥有丰富的目标图像数据库 当传感器检测到目标 就会将其与图像数据库进行比较 识别出它是坦克 装甲车 卡车 人员 还是飞机 并自动识别出目标的威胁等级 最后向操作手呈现出应该优先攻击的目标 一旦机组人员决定攻击 该系统就会自动从数据库中 精确瞄准目标的弱点 即使在发射后 弹药落地的位置也会被精确测量 如果确定效果不够 则会显示一条信息 提示需要发射下一颗弹药 关于这一点和装甲材料一样 较为准确的数据较少 之前火力军在最上号护卫舰的节目中 讲到过日本战舰独特的指挥系统 陆地上应该也差不多 但终归是没有特别详细的数据 在这我们就不多讲了 总的来说 在追求极致性能的同时 还能将这些科技技术整齐 炫酷的组合在一起 是一种设计能力的体现 这同样也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情报 还是作战指挥系统 都和美军有所不同 这又是日本自卫队的一大特点 时事坦克采用主动式 液压启动悬挂系统 越野形势平稳 能随着地形调高左侧 右侧 前侧和后侧 能充分利用地形的变化 最大程度地隐蔽自己的同时 还能在行进中 向目标精准开火 这一特点在时事坦克身上 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相比日本90式坦克的研发 时事可以说非常用心 如果日本能在40吨的标准里 制造出一辆防一线穿甲弹的坦克 那么他们就会继续减重到30吨 如果30吨可以 那就减重到20吨 如果20吨也可以 他们就会接着减到10吨 10吨还可以的话 5吨 如果5吨还有减的余地 那日本很可能会直接造高达 当然了 最后一句玩笑 是形容日本对实施战车精确的定位 不求其火力和装甲 只求能快速机动到敌人最薄弱的战线 不求全部领域都及格 只在某一个领域内做到顶端 这一点确实值得各国军队学习 单从作战用途来说 机动性的提升带来的整体性能 比一味的提高防御更为重要 在多山和复杂地形进行防御反击战 重要的就是隐蔽和关键部位的防护 对于坦克来说就是炮塔 车身节约下来的装甲全部都对到了炮塔 所以时势坦克的炮塔防护不能说最好 至少也做到了绝对及格 换句话来说 如果在多山地形和防御反击的条件下 时势至少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主流三代坦克打成平手 如果有最新穿甲弹的加持 有可能还会占据上风 在大规模对抗中 作战地形大多都是平原或者城市 这些敌方都需要正面以及全面较好的防护 而且数量不会有很大劣势 参考俄乌战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双方的坦克常年都处在游击状态 为了防护不仅要加装帽子 还要在两侧焊上防护网罩 这一尴尬的局面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 很多国家对采购坦克彻底没得兴趣 或者随便买了一些重装甲 重火力 机动性不佳的坦克 结果呢 又贵又不怎么好用 通过对比 实施坦克精准的战场定位 就非常符合目前很多国家的胃口了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 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 近些年都在研制 拥有高机动性能的轻型装甲车辆 只是这一次 日本又走在了前端 要说实施的缺点 那可能只有价格了 单价940万美元 堪称坦克世界之罪 这个价格除了有科技和材料费用之外 很大一部分原因还在于日本军备受限 无法大批量产 小规模生产本身成本就会很高 所以自然也就导致了溢价的出现 可尽管如此 实施的市场前景还是不错的 首先 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国美国 并不止靠某一类装备赚钱 大家都知道 各类战机和弹药才是美国外销的重点 而其他国家 要么没有同级别坦克 就算有 性能也远不如实施 南美国家 东南亚国家 都是极具潜力的客户 我们假设一下 如果你是上面这些国家之一的领导人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买不太适合自己 但是至少勉强能用的二手货 比如提前二改 另一个选择是实施 或者还能拆掉模块化妆甲 分开运输 降低你的运输压力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选呢 可以这么说 实施坦克是日本坦克 走向未来的发展方向 很可能是第一种 真正打开日本军火市场的产品基础 只要有外销管道 就能控制成本 再加上实施的性能数据 通用性一定不会比任何国家的 新型轻量装甲差 作为二战战败国 日本自卫队规模限制 以及不向共产主义阵营国家出售武器 不向联合国禁止的国家出口武器 不向发生国际争端的当事国 或者可能要发生国际争端的当事国 出售武器 这三项基本原则 极大的限制了日本军工的发展 仅2003年一年就超过100家公司退出军工领域 90式坦克 F2战斗机采购单价 也比美国同类装备价格要贵出2到3倍 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日本军工产业产能严重过剩 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造成的 随着进一步竭尽武器出口限制 日本军工生产潜力将得到彻底的释放 2014年4月1日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大幅放宽了对外输出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条件 就在同年7月 日本军政两届就开始前往伦敦攻关 行动效率可以说是非常之高 最近一次是去年1月 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斯武典 在伦敦为川崎重工乐台演讲中 极尽所能地介绍川崎重工生产的反潜巡逻机 皮一 虽然没有收获 但日本军工质量开始被各国熟悉和接受 在韩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军火供用商之后 军工能力更强的日本军工业蠢蠢欲动 俄乌战争的影响导致三原则消失殆尽 在今年5月召开的七国峰会上 日本再次向乌克兰提供了包括100辆军车在内的武器装备 今年9月要下水的台湾潜艇 也已经开始出现了日本制造的影子 截至目前 日本军工业的火力已经全开 唯一的限制就只剩下自卫队的规模了 近些年日本一直通过竭尽集体自卫权 提高防卫规模和预算 增加海外派兵 开展二手装备 防务外交等 日本自卫队彻底松绑 是迟早的事 那么接下来 日本的军备会如何发展呢 火力军先来大胆地猜测一波 日本军备将全力冲刺 日本很可能成为第一个 比肩美国军备的国家 理由很简单 我们来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明治1871年 天皇派出颜舱使节团 向西方各国有力学习 那个时候的英国大不列颠 德意志都是极其发达的 有着先进的制度和雄厚的军事实力 而那个时期的日本 完全处在封建阶段 颜舱使节团到英国等西方国家 转悠了一圈之后 彻底蒙圈了 世界上怎能有如此发达的地方呢 于是使节团回到日本之后 立刻向天皇汇报了西方真实的面貌 按理说呀 任何改革进步都伴随着流血和牺牲 但日本的明智维新很不一样 天皇听了使节团的汇报之后 认真一琢磨 感觉这事很有搞头 于是就大手一挥 学都给我认真的学 随后整个日本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从教育经济到军事基础设施建设 最终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新式政府 并且鼓励人们积极地学习西方文化习俗 当然了 火力军描述固然有些夸张 此次改革其实也颇有曲折 但最终还是顺利地进行了 总之 日本长达600多年的武士封建制度宣告结束 以藩方和资本家取代了武士阶级的统治 经济开始突飞猛进 军事实力那就更不用多说了 看看一百年后二战时期日本的军备 十几艘航母编队就连当时的美国也望尘莫及 这段历史在整个人类的进步过程中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那么今天的日本呢 技术可以自足 经济也足够发达 最近几年更是向欧洲以及美国派出大量学者 交流各种武器的研发和制造 按照日本的风格 没有好东西 他们大概率是不会这么积极的 既然有了好东西 他们必然也会学以致用 通过实施战车 军工以及日本的工业发展 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 在战败国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下 制造业仍然能支撑日本达到今天的经济体量 更何况全面接近呢 日本军工业军队一旦全面发展 将会是无法估量的事态 世界格局也可能会因此而改变 当然了 这只是火力军的个人看法 可能存在不足和偏见 大家对此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关于日本实施战车的内容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是火力军 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